欢迎收看多肉植物养护技巧大全的系列课程 我是主持人樱木 那今天樱木教大家家庭盆栽的多肉植物 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繁殖它 大家知道很多多肉植物一盆 可能你买回家就不便宜 那实际上呢 只要我们懂得一些基本的繁殖技巧 就可以在家里把一盆多肉繁殖成很多盆 那这堂课程呢 樱木就教大家一种最实用最技巧的基础的繁殖技巧 那就是多肉植物的夜叉繁殖技巧 接下来我们用实操的方式来学习吧 在家庭盆栽多肉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繁殖多肉 这堂课程樱木教大家的是啊 多肉植物繁殖方法最好用的一种方法 它就是多肉植物的叶叉繁殖 在我们平常养多肉植物的时候 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呢 多肉植物底部的叶片啊 可能呢 由于老化 慢慢的它就啊 向下呢 啊 这个 倒下去 最终呢 会慢慢的发黄和枯萎 那其实这个时候 就是很好利用下部方 下地方的这个叶片 繁殖的好时机 我们可以呢 把正在萎缩的叶片啊 扶住 然后呢 把这个叶片取下来 这个时候有一个小技巧 很多花友啊 他说要取这个叶片呢 喜欢拿剪刀 把这个叶片剪下来 其实是错误的啊 修剪叶片很容易把它的芽点给剪掉 我们呢 根本就不用剪 拿到这个叶片之后呢 左右轻轻的摇晃 大家可以看好我的技巧啊 左右轻轻的摇晃 直到呢 这个叶片 从它的净干上 脱离下来 大家可以看到啊 非常轻松的 就脱离下来了 那像这样的叶片 如果呢 你放着 本身它也是要枯萎掉的 那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留下来 做叶叉的繁殖 底部的叶片呢 都可以采用这样的技巧 左右轻轻摇晃来取叶片 这个技巧啊 直接可以取下来 像多肉植物的叶片 我们取下来之后呢 就能进行繁殖了 很多花友并不知道 小小的叶片呢 由于植物是具有啊 它的全能性啊 植物的细胞具有全能性 因此呢 它的这个叶片细胞 具有繁殖成 完整多肉植物的这个能力 因此我们保留一片叶片 就可以繁殖它 繁殖的方法是非常简单的 大家看好啊 我们呢 可以拿一个容器 任何容器都可以 底部都不需要有孔 然后呢 放一些土壤 这个土壤没有讲究 田园土也可以 营养土也可以 这个土壤都不需要浇水 只用呢 微微潮湿就可以了 注意啊 我们用潮土来做扦插就可以 不需要往土里浇水 一定要注意 然后呢 准备好之后 准备好土壤之后啊 微微潮湿的土壤之后 我们把这个叶片 注意 叶叉繁殖 虽然叫叶叉繁殖 但并不是说啊 把这个叶片直接插在土壤里面 插入土壤是错误的技巧 很多新手花友在繁殖多肉植物的时候 喜欢这样 他觉得插在里面是很好的 其实插着是非常容易化水的 因为呢 叶片底部的芽点 有伤口 埋在土里 反而容易滋生病菌 感染到化水 或者说你的土壤湿度过大 这样埋着呢 也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多肉植物的叶叉繁殖 大家记住 是不需要埋在土壤里的 只需要轻轻的放在土壤上 然后呢 叶片和叶片之间呢 保留一点点啊 一个叶片的间隔就可以 然后把它间隔开 放在土壤里面就可以了 那把它养在什么地方呢 注意 这个时候是不可以暴晒的 直接把它养在一个通风的 凉爽的散射光房间就可以了 通风 散射光 不要暴晒 不要过度的炎热 注意 浇水啊 是不需要往这个土壤里浇很多水的 我们只需要等这个盆土彻底干透以后 你用手去摸一下它的土壤 按住十秒钟不动 发现整个土壤不仅干燥 而且底部没有潮气传上来 提一下整个花盆 感觉特别的轻便 这个时候就是干透了 干透了以后呢 拿个喷壶 往里面稍微喷一点点水就可以了 注意 所以说我们只用干透以后 补充一点点的水分就行 再 英姆一再强调就是 养护环境一定要通风啊 这个是叶沙繁殖成功率 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 好的 那像这样养护以后 它过一段时间 它会怎么长呢 英姆告诉大家 它的生长规律啊 它有可能呢 先长根 也有可能呢 先长出叶片来 不论怎么长 在这个阶段当中 为什么我们不需要给它浇很多的水分 因为新长出的小牙 它消耗的不是你的水分 而是这个叶片当中的水分和营养 因此我们不需要浇水 道理就在这里 如果你浇多了水啊 反而容易导致它腐烂化水 这个技巧大家注意 那过一段时间之后 櫻木这里有提前栽种的给大家看 它会长成什么样子 我给大家看一看啊 来我把镜头呢 切到前端 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 长到后面 它会呢 长成这样 拿给大家看看 仔细看好啊 你看啊 这个枯黄的是什么呢 就是原来我们放在上面的叶片 长出来的位置呢 长出的芽呢 就在这个地方 它在芽 它在叶片的根部啊 长出新的芽来 看到没有 这样一个小的多肉植物呢 就会新的萌发 然后呢 在底部会长出这个白色的根 啊 给大家看看 对吧 这很清楚啊 白色的根 芽和叶片都有 为什么这个 我们原来千叉叶片会枯黄 道理就在于 这个小芽 它把这个叶片 所有的养分和水分 都会吸收干净 生长出小芽 生长出根系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叶叉阶段 既不需要给它施肥 也不需要给它浇很多 很多的水分 道理就在这里 这个就是一个千叉成活的苗 多肉植物的叶片啊 基本上都可以采用 绝大部分的多肉 都可以采用 这样的叶叉繁殖方法 因此啊 如果你的多肉啊 想多种几盆出来 一盆变很多盆 那么 可以随时的叶叉繁殖 有话有说 问我啊 那什么季节繁殖最好呢 春天夏天秋天 这三个季节都非常适合 做多肉植物的叶叉繁殖啊 冬天太冷不太合适 其他季节都很合适 如果大家想要繁殖的话呢 赶紧尝试起来吧 好了 那这一期关于多肉植物的叶叉繁殖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点赞 关注加转发 加评论 我们下场课程 再见了